难民代表团最具奥林匹克精神的队伍 2020年东京奥运会 有这么一支队伍 运动员有着不同的肤色 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国家 开幕的时候 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棋手 手上拿着的棋不是任何国家的棋子 而是奥运武幻会棋 他们是奥运会最特别的队伍 难民代表团 今次东京奥运 一共有29名运动员 以难民的身份参与 他们的背景多元 有的来自叙利亚 有的来自南苏丹 也有的来自爱塞尔比亚 他们代表着全球成千上万的难民 提醒各国 还有好多好多流离失所的人 吃不饱穿不了 难民代表团成立于2016年 并参与了礼约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会长巴赫表示 这些难民运动员不属于任何国家 在入场的时候 没有属于自己的国歌 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国旗 不过希望能借由难民对参赛 向世上所有难民传递希望 奥连匹克运动会的宗旨 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 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 在竞赛中 无论背景 无论性别 无论信仰 每个运动员都是平等 或许这支难民代表团 比任何一支队伍 都更加能够诠释奥连匹克的精神